船只整个卡在桥墩 一艘河道轻一船受洪水失控漂流 整个撞上金广铁路大桥 索性当时无人在船内 而好与造成的灾情 可不止这一桩 泥沙滚滚 土石倾泻而下 连日来的大雨 导致湖南丧植山体多次垮塌 道路中断 而不光湖南 江西干州 更有处公园被淹成汪洋一片 目前我们这个江河的水位 在缓慢的下降 别的江河都已经降到 警戒水位以下 现在超警戒的 只有我们的江江坝上站 和我们的贡江江泽站超警戒 最高超警戒是一米零六 这场长江雨也造成 当地五万多名的居民 必须赶紧撤离 以免遭到土石流袭击 不光这个晚上有可能要淹掉 房间 房子 老房子都要淹掉 前期降雨偏多 土壤已经达到极度饱和 未来稍有降雨 就很容易引发这个山体发泼 泥石流 奔拉等地址灾 不光华南地区好雨沉灾 受到这波冷空气影响 江苏也出现三度的低温 而大陆气象举预估 这波强降雨天气将逐渐回稳 但低温天气还将持续 笼罩大陆南方地区 记者综合报道